在北京最省钱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我找到一位职业流浪汉 让他告诉我怎么生活最节省 大哥你是昨天晚上被困在这了吗 没有 我就住在车上 李帮主38岁 五年前生意失败后流落在北京马居墙 做日节工散前买了辆两万五的二手车 人生理想 流浪 上午十点半 李帮主才从车里起床 他还向我展示自己住的车里有多舒服 还说 之前比车还舒服 两三年你就一直住在车上 对 平时平时平时都住在车上 这就是你住的地儿 对啊 想啥多了 那你平时是干什么的呢 平时三十年打雷通 有啥活赛啥 各种的跑车什么都干 你有钱买车为什么不租房啊 你在北京租房还是筹码太高了 随便你是稍微想租房得了一千多 你住那种几百块钱三四百四五百的房 他住不住在车上舒服的 四百多的房子 没有暖气也见不到阳光 这还不是车上暖和的 怎么省钱 李帮主说 在北京如果一无所有 他想赚钱省钱 只能去一个地方 一 落难闭闯马居桥 这里是北京唯一不用押金 就可以租房的地方 一个月只要四百五 在这里没有任何门槛 就可以日装二百七十人了 这里有北京最后的五块钱管保和饭 二 住宿可以不花钱 我问他还能更省吗 他说住可以不花钱 有从夏天到冬天 都住在河边一艘船里 我从去年七八月份开始住的吧 喝水的话就是公厕拿个瓶子装点水 然后吃饭就减点 那这反正饿不死 还有就在公厕打盹 晚上睡在小便池边的 我们去了火车站 他说这个地方减持太好了 有热水 有厕所 就是躺的地方有点少 也去了24小时出店 这个地方只能趴着水 不能打呼噜 不能影响其他人 李帮主说他正在做北京冬天免费住宿的工业 我说有人用得上这个吗 他说多的是 你不知道人在最丑的时候你多惨 三 千万别干长期工 为什么不找个稳定工作 他说那都是骗他们这些人的 天派一个老哥 说他去干三千吧 干了两个月 走的时候就给开了两千多块钱 日节工稳定 因为很少被骗 即便被骗也就是损失一天 别干长期工 因为太多拿不到钱了 我问李帮主 这样的生活过了五年 痛苦 他说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那时候他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我是工作很努力的一个人 包括我创业什么 我的魄力跟话都也够 能力也在这摆的 我之前各方面事务的还不错 但是干的干的稀里糊涂的 就跟个游戏一样 突然间就三档了 我说他这是彻底躺平了 他说不 我是觉醒了 大家意识觉醒了 可能不愿意受那么多剥削 但是又没有太多更好的选择 他又想去追求自由 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去对抗 获得的只能是最廉价的自由了 他说不止他 其实我们都在流浪 你很多人 你是说找了一个长期的班 但是是大部分的年轻人 你不就是在一个岗位上 干三五个月吗 大部分人不都这个状态吗 房子也不是你的 随时都可以搬 对吧 东西可能也没几件是你的 其实也是一种流浪的状态 大家都是在流浪 四 省掉人际关系 省掉天经地义 他说因为流浪 他告别了人际关系 告别了上班 结婚生子 这些人们说的天经地义 我们从出生的一刻开始 包括上幼儿园 上小学 上初中 都是被别人安排好的 你没有选择的 到结婚 到生殖仪 就是说你说是谁安排的 是父母吗 父母也是那么过来的 谁也没想明白 是谁安排的 但是大家都是不由自主的 不管你省省也都是 按着这个词路 按着这个线路去走的 去了广东 去了上海 做日结工 睡草洞 睡大街 他说主动的流浪 都是在体验生物 你坐在这 你不用着急回家 你不用着急上班 你会看到这个雪 它是很美的 雪下的特别大 厄梦大雪 在你眼里 是很美的雪 对于刚下班人来说 这是一个很臭蛋的事 回家都回不了 完全是两种状态 包括下雨 夏天下雨的时候 我可以找一个 稍微雨少的地方 我把车桶打开一点 然后煮一杯茶 然后点击这件 我可以欣赏这个 乌乌乌的小雨 这种感觉 对于一个在外面 跑到上班人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 很扯蛋的事 大下雨的 那一刻 我竟然有点羡慕他 因为在北京 这座忙碌焦虑的城市里 他可能是第一个 发现春天花开 冬天出雪的人 你帮主问我有什么书 可以推荐给他 我说你可以看看 捷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 他很喜欢 地铁 公交 吃饭的时候都在看 甚至还会读出声 谁也不知道 谁的将来会怎样 只知道那些 衣三蓝绿的可怜人 正在漫漫老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